大家好,我是英国小克里 我今天的话题是 外国人为什么不了解中国 大家都知道外面的世界不太了解中国 也对中国有很多的误解 国内媒体也很喜欢报道这一点 那怎么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 应该怎么办 小克里是这么看的 在欧美的教育系统里面 几乎不会讲中国的任何东西 欧美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了解中国 第一,媒体和网络 第二,旅游的经验 自己去中国旅游或者通过朋友了解 第三,在自己国家的华人 先看媒体吧 西方编辑有一些比较喜欢的话题 比如说社会冲突 台湾、新疆、西藏 环境问题 中国的军事力量 人权活跃分子等等 配的图很多都是士兵 武警、社会动乱 抗议游行者 结果大家虽然普遍认为 中国有灿烂缤纷的文化 中国菜好吃 中国功夫好看 国家美丽 大家尊老爱幼 热情浩克 但是从媒体的印象就是 老百姓没有发源权 暴力事件频发 枪杆子里出政权 到处都是警察和士兵 你不听话就抓你 除了经济数字 很多都是坏消息 也不会报道普通 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等等 目前越来越多的欧美人会去中国旅游 一般感觉到中国很美丽 但是都是走马观花 很少有外国人会把汉语学好 哪怕是学汉语的留学生 很多只是用汉语点菜 或者旅游 也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文化 另外 在英国和美国等地方的华人通常有自己的圈子 无法很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 很多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吃一年的方便面 开一年的电视剧 或者只会加入华人的学生会 结果欧美人和中国人之间虽然有很多的接触 但是通常没有真正的文化交流 那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都知道 大众媒体是老百姓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 中国肯定希望全世界都看中央电视台 但是那个死板的新闻风格 教条的社会院专家 和那些奇奇怪怪的英文口音 实在很难受到欧美人的喜爱 有些中国特色的东西 那种大妈土豪什么的 就算你翻译成英文 老外也不一定看得懂 比如说 十八大报告出来了以后 我妈很想了解中国的最近政策 我就给她找了一个英文版给她看 结果她说她根本看不明白 如果官方媒体可以了解西方受众的兴趣 少说一些生态文明民主法治建设 用英美人能听得懂的淳朴说话的方式来做节目 应该可以避免盲目的翻译 对你有弹琴 这样我相信结果会好很多 大公司都很清楚 要宣传自己的产品提高自己的形象 要利用媒体的平台与媒体合作 如果公司先等媒体怎么说 然后强烈谴责要求对方道歉 这样肯定不行 要积极的去宣传 但是西方的媒体却发现 政府官员不太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官方机构都不愿意接触外媒 很多老百姓很怕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如果没有人愿意跟你说话 你会开始想别人在藏着什么 很多西方的记者办中国签证也有极大的困难 事情已经过了 以后你的签证才批下来了 或是你被拒签了 只能从香港或者台湾的办公室去报道 这种情况下外媒肯定不了解情况 哪怕是想保证正确的信息也很难 英语不仅是让中国学生受苦的考试题 它是跟外国人交流 介绍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外国人可以学中文 或者中国人可以学外语 总是需要一方做出努力 留学生可以从坊间出来 积极跟当地的人交流 国内的机构和公司 如果觉得外媒的报道有偏见 可以对外媒开放 邀请他们了解情况 接受采访来做宣传 可以主动去学习外国人怎么说话 对来华旅游或者工作的人 伸出援助之手 如果这些事情可以做得到的话 我相信中国的国情和文化 在欧美人的眼中 再也不会那么的神秘莫测了 很多误解都可以解决了 好的 我也想欢迎大家表达自己的意见 跟我交流 还没有加我微博的朋友 可以去微博关注英国小克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下一次再见